好 今天最新化妙 选前最後一個晚上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還有搭檔吳欣盈 晚間在凱達格蘭大道 舉辦公民之夜造勢活動 現場湧入支持民眾歡呼 一塊來看柯文哲壓軸登台 所有關心台灣潛入的同胞 在電視機前面 以及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終於 我們來到了決戰的前一刻 終於 我們來到了總統府的前面 十年前的夏天 2013年的8月3號 是我第一次站在這裡 凱達格蘭大道 當時我還是台大的醫生 為了軍中的洪仲秋事件 我跟大家一樣穿著白衣 在這個地方大喊要真相 十年過去 總統府裡面的政府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政府 始終還是一樣 那就是他們一樣 離我們很遙遠 曾經說要謙卑的 曾經說要公開透明的 曾經說要拒絕黑金的 曾經說要實現公平正義的 結果全部都沒有實現 好多年以前 就說有五缺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 結果到現在還是五缺 而且還缺口罩快篩疫苗 甚至還缺雞蛋 這麼多年來 我們都希望打造一個公平正義 有美好未來的國家 今天晚上 我們為了這個理想 再一次站在這個地方 但這一次我的角色不一樣 這一次我決定扛起責任 守護我們的民族 這一次我決定要跟你們 一起贏回這個國家 這一次我跟你們一樣 要贏下屬於我們自己的未來 這一次我會與你們一樣 一起打造一個公平正義 民族自由的社會 這一次我們一定要突破藍綠 而且我們一定會突破藍綠 2014年2月 當我走出台大醫院的時候 踏入了政壇 當時我只是一個人 十年來 我籌組了跨黨派的市政團隊 解決台北市停擺多年的市政 我們用八年的時間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直起直追 西區門戶計畫 我們拆除了中校西路公車串用道 拆除了中校橋引道 讓北門重現 遷移了國光客運 遷建了山景倉庫 也重建了雙子星 東區門戶計畫 以南港為中心的東區門戶計畫 它是台北市最先進的城市設計 將來一定會比信義區更現代 我們完工和新建的社會住宅有兩萬戶 在今天掃街的時候 我經過了興隆國宅 經過了露寶廠的社會住宅 看著那些建築 我知道 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和弱勢者 可以租進這些社宅 我們改建了台北市主要的批花市場 從環南市場 低果菜市場 魚市場 成功市場 南門市場 一直到北投市場 我們把拖延的十年的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開工 把它完成 我們也解決了 因為預算編不夠 蓋到一半廠商倒閉的 台北藝術中心 當然還有歷經波折的大巨蛋 我們堅守財政紀律 我們提出了參與式預算 落實了公民參與政治 我們台北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提出同婚四縣的城市 這也是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同志婚姻合法的國家